现在应该是在海口的一个老城区 刚才过了一条河的时候看到了碧桂园的一个楼盘 就在江边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人们 我觉得这边人的生活方式非常清闲 大家都骑着电动车 这儿的电动车上盘率非常高 然后不管下不下雨 反正骑电动车的时候就穿着雨衣 对对对 然后大家节奏感觉非常慢 我非常羡慕这种生活 所以说 刚才经过了一辆公交车 终点上是海瑞木 挺好玩的 路十分钟 现在是 现在是十点四十 路到十点五十 我们正好走的这条路呢 也比较偏那个生活 不过这条路没有椰子树 海南真的是到处都是椰子树 然后可以看到海南路边车的话和西安一样 两极风化非常严重 OK 豪车的话 别说 其实我觉得 就像跟北京一样 最能反映一个地方人们用车的水平是BBA的数量 BBA的数量不多 但是呢 就是这种普通的车 你可以看到这一路边停的非常多 然后顶级豪车 卡线手带特别多 我们今天要骑到文昌镇 大约 95公里吧 哇 大水坑 大水坑 小心点 右拐吗 这边有摩拜 有小黄车 还有青橘南车 椰子树 太好了 正好 赶上椰子树了 嗯 椰子树的话 我没看到有街有椰子 昨天去便利店的时候 老板人在拿着刀子削一个椰子 我看到了 这边物价我觉得不高 就是去昨天吃的类似于沙县一样的地方 一份饭可能才十来块钱 我们同行的人从中国以外还有两个 一个是上海的一个哥们 一个是北京的一个女生 他们都是修建家过来的 可以看路边的车都是非常平民化的车 是不是应该拍这种视频的时候 不应该说话呀 可能说话效果也听不见 但是就是拍视频的时候 就有种讲话的冲动 对海南我觉得 就是看着交通牌 因为刚才我爸开车送我过来 我觉得这个交通高的非常非常清楚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这是一片新区的原物 直走吗 OK 上海过来的大哥带了一个蓝牙音响 因此导航全部靠他 这边不想单车的市场极少 大部分人都是骑着这种电动车 然后穿着拖鞋身材瘦小 然后昨天吃饭的时候 看到好几个长了个马家局一样的人 然后那个女生的话眼波非常深 就跟黑眼圈似的 那个先拍十分钟吧 然后看到十分钟到了好看的地方再来 这边限速变化非常大 这边是70 刚才我开车有40 有60有80 然后高速不收飞 没有关卡 所以说很多电动车往高速上跑 非常难受非常头疼 哎呀这边椰子树真多 哎看到椰子了 看到了吧 这边又有新的千橘单车吧 这个哈 今天因为太阳不严重 我也没擦防晒霜 也没带魔术头接 你看手也没有带那个手套 但是和青海比起来 还是太热了 就是早上起来 我去吃早饭的一瞬间 哇塞 因为酒店香水是太温暖了 一出酒店那一瞬间 空气那种潮湿的感觉 和那种干净的感觉 以及外面绿油的感觉 绿油的想去跑步 然后大口都喘了几口气 反正就觉得生活在这种样的人 就是太幸福了 这边信号盘 应该是到了郊区了看来是 我们今天要去温水镇 然后上午就要是骑个十公里 但是肯定骑不了 能骑多少是骑多少吧 然后一般那两个哥们好像 早上吃早饭吃的不是特别多 我走位了 听说好像是没下雨了 最近下雨的概率其大 这边有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 旁边的绿化太高 导致你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你看不到那边人行道上的视野 然后当你在边上开过去的时候 人行道上急易穿穿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前面的引火电话 不过我观察了一下 就是行人还比较算少道理 除了特别的高速上骑电路车的 昨天听我爸说这边的92号汽油 比北京一升能贵 差不多一块钱 这是我们大大的讲话 改稿 这两位就是和我一块同行的 你看到左边这位 左边这位穿蓝色基金服的 他要环倒一圈 上海的哥们 右边这位是北京刚毕业的一个女生 她行李比较少 她和我一样 直直去三压 然后这两个人 前面的蓝色的哥们呢 好像比较有经验 骑过三小马 这个女生完全没有经验 但是从我今天上午的感觉来说 完全没有挑战 就是跟在北京骑车似的 北京骑车还冷的 这边骑车 特别暖和 这可能就是热吧 多喝水 多少买吧 昨天 昨天买水的时候 发现 就是 应该是三乘四吧 还是多少 就是那种550毫升的那种蓝色的康师傅 12平12块钱 给车上买了一件 我觉得这价钱可以接受 有多少 对 对 我感到绝望 我感到绝望 阳南西军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海南的最西边 那边全都是酒店和会议中心 然后觉得比较高级 但是比较好的就是吃饭有非常便宜的地方 我们吃的这几个饭都是介于苍蝇馆子和点菜的那种饭店 我觉得感觉还行 但是作为一个同仁扶长的山西人 有个地方受不了就是这的粥都有肉 所以说我从来没有喝过这粥 只说我有一种绿豆粥结果还是冰凉的 大家晚上喝了一碗冰凉的绿豆粥 我把太阳镜忘在了我爸妈那边 找个时间从他们那儿拿过来吧 让他们摆准备了 好了拜拜 今天就拍到这里了 等会儿遇到漂亮的再拍吧 现在已经是9点50了